应该是从小到现在都没有讲过 这次我想办得慎重一点 现在讲一句我爱你妈妈 很过分欸你 你要说是不是 姐妹敢敢来 大家好我是Catty 大家好我是Sharon 今天就是我们姐妹敢敢来的第一集啦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啦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是关于 访问关于母亲节的一集 所以你通常是怎样过这个母亲节咧 我应该是母亲节就是明天了嘛 我应该会跟我妈妈一起去吃个饭 然后买一朵花送给她 然后跟她讲一些很温馨的话 你会这样的咩你不要姐姐啊 我完全没有跟我妈妈讲话哦 所以我觉得趁母亲节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跟她讲多一点的话啦 跟她讲母亲节快乐啊 最重要是这五个字 然后你呢你会讲清楚 我是 可是我是没有这样 我没有这样drama啊 我不懂诶 我觉得很可厉啊 你是讲我drama啊 我是觉得很可厉啊 我是 我跟我妈妈就是 嗯 简单哦 送她一个有钱花 你懂哦 我的妈妈讲哦 她讲她不喜欢花 她讲没有用嘛 是不是 她讲有钱花就很有用 所以可能哦 可能我跟我姐姐一起 买一个有钱花给她啦 或者是看咯 看她最近缺什么 就送她一个礼物啊 我妈妈应该不会要求什么的啦 我觉得最重要是吃饭啦 我会跟她吃饭 然后就跟她讲母亲节快乐 最重要是 心意 对 叫我们接下来先访问看看 我们其他那种路人 看他们怎样庆祝她们的母亲节 走咯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Let's go 每天晚上要讲 哦 对 这样sweet哦 我们讲的传统是这样的 你们是那种很lovely的 对 很positive的 对 很温馨的 哦 哈哈哈 蛮久的了吧 感觉平时 呃 就是和妈妈表达爱意 就是还是会有点 害羞 尴尬 就是这样子 讲的话是 应该没有吧 可是 呃 就是平时的行为上啊 平时对她啊 都是 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啦 所以还好 应该是 很久了吧 自从我上了中学过后 就很少跟我妈妈讲我爱你哦 那你建议现在讲一句我爱你妈妈 是 我爱你 应该是从 从小到现在没有讲过 什么 他才没有讲过 很过分的你 你叫Sean是不是 哇 Sean很过分的 嗯 对不起 其实 有一些东西不一定要说出来嘛 我每天 每天早上起来 心里都会默念是 不爱你 妈妈爱你 爸爸爱你 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我们打算可能 带妈妈去一个餐厅 对 因为五星节肯定是跟家人一起过嘛 很有意义的节日 然后我们每一年基本上 都会去找新的店跟他们一起吃饭 打个电话或者是 订个外卖 订个什么花呀之类的 然后再给他买点小礼物 毕竟 现在也不能回到国内去陪他一起过母亲节 我们来找礼物 然后就是回去吃东西啊 买东西给他这样子一下 应该带他去吃饭 饭饭 每一年都是大吃一餐就对了 已经复了啦 餐厅 还没有 还没有 哦 我是有打算回去我的家乡 然后 惊喜他一下 因为他一直不懂我也回来 这次我想办得慎重一点 出一笔大价钱买给他最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 妈妈我爱你 3月9号 5月3号 8月14 9月27 我只懂了1974年出什么了 妈妈通常都很希望 我们很强 但是还不希望我们太强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读书 阿弥读书的时候 他会很生气 就为什么 在读书的时候 你就好读就好休息的时候 你要休息 为什么我们不休息 他就会生气 通常会这样啦 这样这个应该是疼爱 疼爱对啊 疼爱关心 对哇很温馨哦 可能是高高中的时候吧 比较叛逆 然后后边高考也没有考得特别好 就是差一点点 然后他就觉得生气 也没有 就是主要是叛逆 然后可能上妈妈的心之类的 觉得应该都还行吧 呃我之前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学校 就跟着朋友一起学校 妈妈发现到了 没有 哦 她妈妈讲现在我知道了 但是其实妈妈以前就感觉到了 她没有拆穿勒 可能 没有啊 最后还是跟我讲嘛 她老是交代我觉得 没有东西啦 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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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撞车没有跟她讲 哦 哦 OK啦 这个 这么你妈妈很凶 哈哈 是有一点点啦 快点给她跳下去 那里扛车 这样处理 用自己的钱去处理 又有爸爸的钱 其实是很少 因为我一直很听我妈妈的话 这也是我们的新生 就是妈咪多爱你自己一点 嗯 因为天下父母心 都是希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就希望我们孩子都是很有成就 所以往往他们会把很多时间 花在我们手上 所以我就希望他们可以 有时候回到他们自己的一个时光 然后他们可以去爱自己更多 就是疼自己多一点 对 嗯 妹妹 我也是很感谢妈妈 还有爸爸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爱与照顾 然后给我们很多机会去看世界 会好好读书 然后到时候赚很多很多钱 给她花 对 比心代表一切 就是这样 一切薪质 阿良妈妈 我爱你 嗯 加零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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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看到我 就会你加给她 看到妈妈 这样快 加给她 加零用钱 妈咪母亲节快乐 然后 呃 我会好好读书 这个是我想的听咯 就是她喜欢做什么我都是会支持她就对了 我应该终于要跟她讲我爱你了吧 我一定会 好好读书 好好的完成我的学业 然后赚大钱 给妈妈花 给春家人花 一定赚多钱给他们出国留 嗯 还有就是妈妈我爱你 所以我们的五道问题差不多就这样子啦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会送给你们一朵花 你们可以送给你们的妈妈 然后送你一朵花 就是觉得 如果你妈妈在的话 那其实可以送给她 但是 她就是她不在这里的话 你就自己 收着 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花送给她 然后 等你 我们把花交给她 然后等她回家交送给她的妈妈 当作是母亲节的一个小心翼啦 OK OK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礼物要送给你 我们有想要送一个小心翼 就是给你 交给你的母亲 啊对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行李要送给你 可以让你送给你的妈妈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母亲节特辑啦 那我们在这里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是Charlotte 我是Cathy 我们下集见 拜拜 等你回来 在我煮好吃的给你吃 的 呢 э 我